他真的失忆了 陈宇这才吃了一惊 他急急地问道 这怎么可能 我姐夫可是医生啊 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能难得倒他的事情吗 他是人 不是神仙 陈若曦微微地摇摇头道 而且这么久以来 他东奔西走 也是累了 我之所以不去找他 就是想让他趁着这失忆的时候 好好地休息休息 他身边有女人 陈宇带着试探性的语气问道 因为他觉得陈若曦的语气有些异样 有种酸溜溜的感觉 吃醋是女人的天性 他这种表现只能说 叶好轩现在身边有其他的女人 闭嘴 陈若曦就像是被说中了心事 他瞪了陈宇一眼 小孩子家哪来这么多问题 你现在不用去不对了吗 我 我休年假 陈宇笑呵呵地说 而且 而且怎么了 陈若曦捕捉到这个家伙的眼睛里 有一丝羞涩 而且我找了个女朋友 我打算找个机会 带她回家 去给我爸 还要大伯看看 陈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不用看 你爸肯定不会同意的 陈若曦摇摇头道 为什么 我难道连寻找自己真爱的资格都没有了吗 陈宇表示十分地不服气 没有 陈若曦打消了这家伙脑海里最后的一点念头 你不要忘了 你是陈家唯一的男丁 我 陈宇真的是无言以对 他觉得他老姐说得不错 自己是陈家的唯一的男丁 婚姻大事方面 有可能自己真的做不了主 但随即他有笑呵呵地说 姐 你那时候就能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做主 我为什么不能 我 这一次 轮到陈若曦 无言以对了 我觉得嘛 这个世界上 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只有你有没有真正地去努力过 陈宇突然想通了 他觉得 幸福都是自己争取的 所以他就不郁闷了 他兴奋地说 姐 你放心吧 我会追求我自己的幸福的 再见 看着陈宇离开的身影 陈若曦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远在美国的叶好轩一点也不知道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是这段时间他和林宇童形影不离 他突然发现自己有点离不开这个女孩了 尽管记忆里对他还是一片空白 但是那种对他的熟悉感 但是那种对他的熟悉感却是错不了的 叶好轩越来越想快点恢复自己的记忆 他要弄清楚自己以前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只是最近 叶好轩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里面的凤魂 与越来越躁动不安了 似乎他在突破 但是叶好轩又不清楚他在进行着怎么样的一个改变 他只是感觉到自己也随着凤魂的躁动而越来越不安 似乎每天都有一种杀人的冲动 陈林宇童一起吃完午餐 两人一起在Z州的大街上漫步 这个地方的街道虽然并不算是很宽阔 但是很干净 而且街道里面也从来不会有堵车这一回事 叶好轩和林宇童俨然就是一对情侣 在街道上走 你最近怎么了 林宇童看着叶好轩道 我感觉你的话越来越少 是有什么心事吗 哦 没事 叶好轩勉强笑了笑 他犹豫了一下 最近几天 我只是感觉到身体里面的凤魂越来越躁动了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而且 我感觉体内有些东西隐约的不是我自己的控制了 这是怎么回事 是你的修行出了什么问题 林宇童诧异地看着叶好轩 不知道 有些事情记不起来了 现在的感觉很熟悉 好像以前有过这种情况 叶好轩皱着眉头 他摇摇头道 我觉得 你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林宇童看着叶好轩认真的说 其实你不用这样的 该记起来的 终究会记起来 你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反而会让自己紧张 让自己难受 我真不想看到你这样 或许是吧 叶好轩苦笑了一声 他拍了拍林宇童的肩膀道 放心吧 我没事 我知道该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 嗯 那就好 林宇童点点头 他突然笑道 你不在的时候 我每周都要去 这一周中心广场那地方作画的 今天周末 陪我一起去好吗 好 当然可以 叶好轩毫无犹豫地答应下来 准备好了画家 画板 林宇童和叶好轩一起出发了 中心广场 离他们所住的地方 并不太远 每到周末 这个广场就是最热闹的地方 林宇童找了一处比较干净的地方 铺好了画家 画板 你坐在那里 我为你画一幅吧 这些年 我在这里画了不少的画 我现在想为你画一幅 然后 再也不为任何人画了 林宇童对叶好轩微微一笑 当然可以 叶好轩坐下来 按照林宇童的吩咐摆好了姿势 等着林宇童为他做画 林宇童的画工 是来到美国以后学的 那时候因为刚来这里 对这里不熟悉 再加上对叶好轩以及对亲人的思念 所以他想把自己记忆中的那份思念 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 所以他便学了画画 但是他学会了以后才发现 记忆里的东西越是思念 就越是模糊 看着叶好轩端坐在那里的表情 林宇童微微一笑 他挥动着画笔 开始为叶好轩画起画来 他画得很慢 但是很认真 自己记忆中那个男人脸上的每一个线条 以及表情中的每一处变化 都被他细心地描了下来 一眨眼大半天可就过去了 林宇童为叶好轩做的画 也接近了尾声 他画完了 然后他感觉缺点什么 他想了想 拿起笔在叶好轩的下巴处添了几笔 这样一来 让叶好轩的画 显得更加的传神了起来 好了吗 叶好轩笑道 好了 林宇童微微一笑 他拿起了画像对比了一下叶好轩 然后高兴地说 真像 这是我发挥最好的一幅画 是吗 那让我看看 叶好轩笑道 他接过了林宇童的话 拿在手里细细地端详起来 画中的自己很传神 叶好轩一看之下便惊呆了 他从来不知道林宇童的话 竟然会这么好 像 太像了 叶好轩喃喃地说 和我简直是一模一样 喜欢吗 林宇童笑道 喜欢 叶好轩点点头 很喜欢这幅画 但这幅画我要留着 因为我觉得 总有一天 你还会像以前那样离开我的 林宇童淡淡地说 不会 叶好轩笑了笑 永远不会再让你离开了 至少 我不会偏远过海 与你相隔千里 林宇童看着叶好轩 他嘴角的一抹笑意 在渐渐地扩大 这个男人的话并不是绝对的真话 这点 他是知道的 但是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还是很开心 宇童 你怎么自己跑来了 我刚才去你家 接你 出来 没想到你家的门已经锁上了 一辆汽车停在了林宇童的跟前 从车上下来了一个穿着白色西装的男人 这个男人正是梁子石 他为了追求林宇童 所以把他的爱好给磨得一清二楚 比如 林宇童喜欢吃什么 他喜欢在周末的时候来到广场 发呆画画 他都弄得一清二楚 但是今天 他去喊林宇童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 林宇童已经出门了 他断定林宇童一定会来到这里 所以就开着车 匆匆地赶了过来 果然 在这里便发现了林宇童 我和朋友一起来的 林宇童道 这是你朋友 梁子石看了叶浩轩一眼 他心里有些不爽 自己和这个女人认识这么久了 他从来没有主动地约过自己 可是现在他竟然约别的男人 而这个男人看起来也很普通嘛 叶浩轩 叶浩轩淡淡地一笑 你就是叶浩轩 你还活着 梁子石的脸色瞬间变了 他不可能不知道叶浩轩 因为他知道那是林宇童心中 一直放不下的牵挂 前不久他还特意地去查了叶浩轩的底细 但他没有想到在这里这么快就遇到了对方了 梁子石 你怎么说话的 他当然活着 你死了他都不会死 林宇童怒道 宇童 这是你男朋友 梁子石指着叶浩轩道 当然是我男朋友 林宇童挽着叶浩轩的手道 我不止一次地告诉过你 我心里有人 而他现在就在我身边 所以你该死心了吧 宇童 我可是叔叔阿姨介绍给我们认识的 难道你 梁子石愤怒地叫道 他们介绍的 并不代表我一定会喜欢你 对吧 林宇童道 如果不是怕爸妈伤心 我是绝对不会和你认识的 认识你 也只是敷衍他们 如果对你造成什么伤害 那只能说对不起了 一句对不起就算了 梁子石笑了 他大叫道 你们女人都这么自私吗 告诉我 我哪点比不上这个男人 他有我长得帅 他有我有钱吗 梁子石喝道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林宇童摇摇头道 喜欢一个人 是不要理由的 如果真要比 你也比不过 我怎么比不过 我哪里比不过他了 梁子石冷笑道 我梁家 雍子百亿 我不相信他能够 比我有钱 首先 他是医生 名下的产业不计其数 随便一个产业 一季度的营收 都能赶上你们家所有资产 再者 他姓叶 我想你应该知道 京城叶家吧 林宇童道 梁子石傻眼了 他没有想到叶浩轩竟然会这么有来的 他原以为叶浩轩只是医术高一点罢了 但是京城叶家这几个字让他彻底的蒙逼了 现在谁不知道国内京城的叶家是无可比拟的 原来你是这样的一个女人 他比我有权势 所以你就会喜欢他 梁子石怒道 你这种人 在小说里面三章都活不到 叶浩轩忍无可忍了 哼 你刚才来显摆自己有钱有势 但是现在 你又说他爱慕虚荣 你他妈的敢再要脸一脸吗 最烦你这种人 自以为是 总感觉自己有几个钱 全天下的女人都该围着自己转 你又不是太阳 你又不是宇宙的中心 你凭什么 你闭嘴 你这个垃圾 梁子石现在是真的很是愤怒 他喜欢林语彤 现在喜欢的女人 跟着另外一个男人 不难想象 他现在崩溃懵逼的心情 你才是垃圾 你全家都是垃圾 叶浩轩才不肯吃亏呢 梁子石 你说话最好注意一点 林语彤立声喝道 好好 我说话注意 我是君子 我不骂他 梁子石无奈地点点头 他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 看着叶浩轩道 那么 我现在想和你单独谈谈 可以吗 不谈 没什么好谈的 林语彤抓住了叶浩轩的手道 我们走 不 我感觉 是应该好好地和他谈谈 不然的话他不会死心的 叶浩轩笑了笑 他松开了林语彤的手道 在这里等我 五分钟的时间 那 你要快点 别跟他废话太多了 林语彤有些不放心地松开了叶浩轩的手 你想谈什么 叶浩轩和梁子石来到了一边 当然是谈谈与同的事情 梁子石愤怒地盯着叶浩轩 你要知道 你是一个外来者 我和他认识的时间有两年了 要说外来者 也是你吧 叶浩轩笑道 而且 你也别谈 跟我公平竞争什么的 他现在是我的女人 我们现在住在一起啊 你说什么 你们现在住在一起了 梁子石怒了 哦 是在一起住 同居 叶浩轩一点头道 而且 你也不要跟我比优势 论长相我也挺帅的 论有钱 我比你有钱 论家事 我分分钟能吊打你 所以你现在没有一点优势可言 请问你确定还要继续下去吗 不错 我跟你比是没有优势 但是你不要忘了 这里是美国 梁子石冷笑了一声 强龙不牙地头蛇 你刚到这边 应该对这边不熟悉吧 如果我愿意 我分分钟能让你消失的无影无踪 不要质疑我的话 否则的话你会后悔的 梁子石盯着叶浩轩 请问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叶浩轩笑了 他活动了一下双手十指的关键 是的 我是在威胁你 如果你离开他 我们两个就相安无事 如果你还执迷不悟的话 我不保证我们之间会不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傻逼 叶浩轩笑了 我离开他了 他还是不会喜欢你的 而且 你能容忍自己喜欢的女人和别人同居 然后 还一点也不介意吗 我不信 唯一的可能就是 你喜欢他的家事 我说的对吗 你们梁家如果得到林家的势力 在国内的地位不仅会很稳固 而且还有更上一层楼的可能 是吗 这些与你无关 你只需要清楚 离他远远的就可以了 梁子石冷笑了一声 不好意思 你说的话恕我做不到 叶浩轩摇摇头道 首先 我不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 另外 这是我的女人 你让我离开我自己的女人这可能吗 那样的话 你会后悔的 梁子石脸色难看的说 叶浩轩突然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 然后拖着他来到了一边的喷泉前 他把梁子石的脑袋按在了喷泉上冷笑道 你不要以为我是一个好脾气的人 你的威胁对我来说真的是毫无意义 而我也劝你以后离他远一点 不然的话 我会让你后悔 叶浩轩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这里是美国 梁子石大怒 信不信 我会把你丢到喷泉里面去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你敢 你试试 梁子石明显的不相信叶浩轩 敢把他丢到喷泉里面 这里是美国好不好 这里不是国内 他就算是红四代 他就算是医生 在这里也要遵守这里的规矩好不好 哼 这可是你说的 他右手一松 伴随着梁子石的一声惨叫 随即扑通一声 这家伙结结实实的落到了水里面 这家伙结实的落导